刚才在豆瓣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他说我表哥女朋友的妈妈 叫他住到我表哥家讨好未来的婆婆 你看这是女方的父母 女方的妈妈 他说我表哥公安大学毕业的警察 父母都是国企的 已经在新一线城市市中心买房了 然后我表哥的女朋友是大专的未毕业 父母是国企但是妈妈没工作 你听啊这是家庭妇女的 这个指使女儿去这个未来公婆家 去这个孝敬未来公婆 然后呢表哥和我这个和他的女朋友呢 相差四岁 是初中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在我表哥大学期间恋爱 目前呢这个女生外叔实习啊 需要租房子 而这女生呢就想来我表哥工作的 这种省会城市 结果女生的妈妈说呀 在外面租房不安全 让女生呢住在这个我表哥家 我表哥呢和父母还同住 目前呢就两个月了 女生都没有出去实习 每天啊在家做家务 每晚都会做好饭啊 等我表哥一家下班回家吃饭 这个女生呢 说是他妈妈 这个要教他要做多做家务 表哥胡女朋友感情很好 但是我们一家都不太看好 但是我表哥呢就总说啊 要对女生有信心啊 就我不理解尊重祝福 然后呢我表哥的妈妈呀 除了夸女生会做家务之外 就没别的了 这不就是纯粹的保姆吗 我表哥妈妈并不喜欢女生 只是我表哥喜欢她在表面妥协的 这种就看这个案例啊 我就想起了我一个女学生 是太原下面一个县城的 哪个县城的我忘记了 当然说了也不好啊 我查要查也能查得到 毕竟这个太隐私的就不说了 然后她呢这个女生的父母啊 是下岗的啊 她们家境就是很差 反正就怎么现在怎么 怎么生存我也不太清楚 就发现她这个人啊 就不只是一个女学生 女同学跟我说啊 她的女同学跟我说 她这人太扣门太小气 特别自私 我也发现了 这个女生啊跟我上超市 她竟然啊 就让我先跑到这个 就是先撑了 不是先吃了 吃完了怎么再撑 反正她就她让我这个偷 那个这个超市里的这种 可以吃的这种水果 我忘了是她怎么 怎么怎么耍这个花渣了 就感觉这女生 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啊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我觉得随便她了啊 然后这男学生呢 还是这个太原的省会 省会的 然后那太原省会呢 但是呢 她是姐弟家庭啊 就是家里呢 什么东西都是给她留着的 她姐姐呢 就到澳大利亚 很早很早就留学到澳大利亚啊 人家还能够 就是在澳大利亚买了 那个别墅 海边别墅 就海景房 也不太可能说 回来跟她争家产 然后那这个男生的父母呢 是体制内的什么当官的 还是教育局当官的 然后就是这个男生啊 和女生 他不都是太原的吗 然后他们就谈上恋爱了 在校期间啊 这男的父母 看儿子啊 他们然后这个男生呢 就在校内啊 还是校外啊 租了个房子啊 这个女生就每天就买菜 做饭 给孝敬这种未来的公婆 那个时候就就这样 就到了他毕业 回到太原呢 这个住房的问题就爆发了 因为什么呢 这女生她是现成的 她在太原室内 她是没房子的 而这个男生呢 是被安排到太原下面呢 就是哪个县 哪个县城的体制内啊 就是那种事业单位工作 她又不住在那个室内啊 她不住在她的 她室内她早就给买房子了 家里的婚房早就给书书买好了 就房婚房就空着 然后呢 这个女生呢 到室内又就没工作 到这太原室内 然后有一天啊 就是这男生啊 就飞着找我 说有情感问题要找我解决 我就反正这男生 总是有这种绿帽妄想症啊 他总觉得呀 这个女生啊 和其他的这个男的呀 私婚一定是在搞破鞋 我就只能劝这个男生 我说你解决这个问题方法 其实很简单 你那房子要不也是空着 婚房你说你空着 你本来就是要跟他结婚 对不对 不跟他结婚 你不可能和他搞对象 对不对 那你就把婚房给他住呗 他在这个县城的 他在一个那个 在一个县城里的 他在这室内他没有房子呀 我说这女的呀 他在跟外面很多人合租的话 那他接触的人缘 他就复杂呀 那社会上的层面了 就是他的室友 也是接触一大帮啊 社会上的啊 你就这样的呢 他接触这个其他的 就新的男生的机会啊 那肯定就有啊 是吧 然后你你把他 把你婚房给了他 他就没有机会去接触 什么新的男生了 对不对 而且呢住进去呢 这女的呢 他也不是说天气的 性感的话 他肯定会自然觉得 哎我自己有落脚点了 反正结婚我也在这房子了 他就有这种归宿安全感 你有安全感了 你说我干嘛还去搞破鞋啊 我还去出轨啊 还劈腿啊 劈个劈啊是吧 结果呢 这男的回复 让我大姐大爹眼见了 真真是我出乎意料 我都想不起他这个脑回路啊 那他非让他这个女朋友呢 不要住进他的婚房啊 住进这个他父母 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里 跟他父母住一块啊 他的理由啊 竟然跟我说的理由 是让他父母照顾他女朋友 哈哈哈哈 你说到底谁照顾谁呢 结婚前 以前的时候不就是女生 做饭伺候你父母吗 嗯 所以这男生啊 他不就是想拿捏他啊 让他伺候他的父母啊 孝敬他的父母啊 他当孝子 他把孝子的帽子扣在自己脑袋上 然后让女生当帮我伺候他父母 很多男的都是这么尽孝的 这个男的真的是虚伪 尽管我本人并不喜欢这女生 这女生也太自私 太小家子气 这批点事 就是他完全不考虑 别人的需求啊 他就只想省自己 就那种 但是男生更有爹味啊 如果是从女生的角度啊 我觉得这男生还是不好 这其实这男生是挺会来事的 啊 就是比这女生会来事害过倍了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男生 这个 如果说从这个谈恋爱的角度 我觉得我是真的不看好 后来他怎么解决我不知道 我就说呀 很多女的啊 就是说被男的被男方家里打压 其实都是这个男的态度决定的 男的心态 然后呢 他还两条话 两边传 比如说 这个男的他自己自己的这个想法 他会假借他父母的口 当然他父母也这么想 啊 然后呢 他还赞同 这个男的觉得 哎 有利于我和我们家 然后都可以打压 可以压占那女的 很多男的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种男的 这种有这种心计特别差的 心态特别差的 啊 这种有用心不 不怀好意的这种男的 你早点要看破啊 你就不要沾 沾了你就倒霉 你就被他们家拿捏一辈子 人家一家三口四口了 对付你一个 啊 那女怎么可能 他打的 拼得过呢 斗得过呢 是吧 呵呵呵 所以女的呀 就是说结婚前啊 哪怕说 宁愿说 你孤独也好 你难受也好 或者怎么样 当受女 被人家 啊 怎么样的看不起 怎么样 你也比被 真的到人家里 被人手里 拿捏要强得多 好 好